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祷告主耶稣基督你的大能 主啊 成就在我们当中 主你呼召我们 叫我们成为主啊 和你心意的工人 叫我们成为主啊 套你许悦的 主啊 十字架的传达者 主不但主啊 只是在四个祷告里面 我们满足你的心意 而是我们对主你的心意 没有一样避讳 主啊 我们不跟随 耶稣基督主啊 你那苦杯你完全喝尽 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 主啊 得救 而主你已经设立着榜样 我们要成为主啊 喝尽主你所赐给我们 主啊 这杯 而主啊 我们也知道 主啊 赏赐也为我们所预备了 所以主啊 我们祷告今天早上 圣灵主啊 你 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不但是主让听人蒙福 我也祷告让讲的人 分享的人 我的灵里面也一样的 和主啊 你的心意 你的心跳一同的跳跃 主啊 赞美感谢你 祝福今天早上的分享 也祝福今天 主啊 你当我们在祷告里面 我们所有的领受 所有的感动 都会化成行动 我赞美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祷告 Amen 今天早上和大家分享主题 叫做 施加的护照 你知道有些时候 我们会把一些信息 放在这一个油管 或者YouTube 有些人知道 或者社交媒体上面 有一个很特别 很奇怪的东西就是 你的主题很重要 你的主题越吸引人 就越多人来看 你的主题如果越简单 到一个地步 别人猜得到或者猜测 或者是对你那个主题 有先入为主的一个的看法 不管你主题是多好 有些人就不看了 那怎么知道 你就看到流量 你就知道 圣经的话 并没有 并没有叫做什么 说错 在末后的时代里面 好多人 都在听那些教师 来烧他们的痒 来烧养他们的耳朵 只想听一些新的东西 可能这个施加的护照 放上去的时候 油管的时候 不会有很多人来看 就好像曾经有一次 我放这个基督 OK 施加的对付 其他的整个系列 一共九个课程 每个都很多人看 就偏偏这个施加对付 或者施加之死 这个基督呢 就没有人要看 我猜想 不是他们对神的话 也没有兴趣 我觉得他们已经 对那一个主题 已经大概猜到 他会在说什么 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处在这种 属灵的光景里面 遇到一些 讲要付代价的 遇到一些 熟悉的题目 我们就觉得 我会了 我懂了 但是我们要问个问题 我们是否有没有去做成 今天的主题 施加的护照 我实在是从一个 很棒的一个 你 这个我可以说是 你将领 在这世代里面 宣教里面 鲜少有的 一个女将领 Carol Watts 她的整个信息里面 几乎烧尽了 我每个人的心 所以我每次 我吃到好吃的东西 我总是第一时间 想到自己的家人 自己教会 也包括RTOD的家人 我希望能够把 这个信息也和大家传达 因为能够烧到 我的心的 我相信 焉神也透过这信息 也烧到大家的心 点燃这个火 来奔跑 这个放在 摆在我们前面的 这个路程 首先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们必须要有的 就是神 呼召我们成为 他同工 同工的意思 其中一个意思就是 一同就完成 神摆在 我们面前的使命 当神把 这句话 写在圣经里面 在马太福音 14章14节 说到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的意思 对万民做见证 就是对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没有听到 神的名字的民族 然后默契才来到 有些人说 那今天的福音 已经传遍天下了 几乎每一个 民族都能够 有手机 都能滑到手机 能够看到 但我相信 这个也是一件事情 就是 不代表 已经传过福音的地方 不重要 这才是一个 神呼召 这个福音的使者 要把福音 传遍天下 要向万民做见证 也就是说 不是他 我唯一到 而是真的有人 去牧养 真的有人 去传遍 去建立教会 然后当福音 传遍天下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来对这个 耶稣基督福音 做出回应的时候 然后末期 才来到 我深信 中国在 每一个地方 都有人传福音 可能也有一些 福音是 被打压情况下 没有办法传遍 也没有办法 有效的传遍 没有 有那 自由的传遍 我相信 在很多 穆斯林的国家里面 也面对 极多的打压 我们所要 谈的一个 很关键的事情 就是 这个末后 最大的 征战 最终的征战 最底线的征战 已经来到我们前了 神兴起了 24期祷告 不是只是为了祷告 我们祷告你们去 我当然也知道明白 有一些人真的 只能够祷告 因为他会 比如说 他的腿 没办法走得很远 所以他就 扮演一个祷告的角色 还有些人 语言都没有办法 他就是不会讲 当地语言 叫他去 他也不能做些什么 但是 无论如何 在这个时刻里面 我们要深信一样事情 我们全部都被呼召成为同工 我们要一起去完成神的使命 能够祷告的我们祷告 能够门训的我们门训 因为你不知道 你门训的人 这一个人身上 所带着的恩赐 带着的才干 带着的这个呼召 是不一样的 我听过一个 英文叫做 就是一个叫做 邪将 这个邪将帮助一个年轻人 起来爱主 但是这个年轻人 起来之后 成为整个 忘记是英国还是美国的 一个极棒极棒的 一个复兴家 而这个 这个年轻人 怎么被训练 是因为一个 一个邪将 把他兴起来 我们不知道的 你是一个婆婆 你是个妈妈 你是个父亲 是一个祖父 你是个牧师 你只是一个 普通小组 的一个童工 当你愿意去完成 这个使命的时候 完成神粮给你的 这个使命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将会兴起 兴起极棒的人 为了完成 这个世界的这个福音 所以我每个人都要知道 我们被呼召 被童工 而圣经里面说到 我不以福音为止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我听到一个 一个讲言 他这么说 use me alive and use me at it ok 当然英文都不能说 alive at it 不是通常 不是个字 但是用 他用这个 同样的知识 活的 活用我 死也用我 或者是 当我活着的时候 你用我 当我 当你 我死的时候 你用我的死 来完成你的旨意 最近 很感人的一个事情 在我们 这个 守望这个世界 门户 在这春节 除夕夜的时候 韩国的牧师 叫 巴斯杰基 他分享一样事情 他突然间 他说到 陈牧师 我要做一个见证 陈牧师 这个跟你有关系的 我这样很奇怪 什么东西 我跟韩国有关系呢 原来是这样子的 原来是当我们新加坡 基督 心腹 祷告殿 的这个的 这个的领袖 的负责人 我们 上母长老 去到韩国 他跟 看安东牧师 在一起 后来两个人 都感染了 这个 COVID 就是疫情 看安东牧师 神迹之下 神医治了他 他离开了那地方 他就好了 但是 上母长老 就在那里 咳得不停 因为他很延后 就医 整个情况就变得很严重 然后呢 当然我们知道的故事 他后来被送回 新加坡 然后在新加坡 安息祖怀 但是当他在韩国的时候 我就联络这个 这个 Jackie 牧师呢 他就过去去探访他 他就经过一个地方 黎华宴 然后韩国黎华宴 非常出名的 最近不是踩踏事件 他在那个地方 那是两年前的事情 他就在那个地方 当这事情还没发生之前 他就 祷告 因为他去探访这个 长老 他回的时候呢 经过那个黎华宴的 这个地方呢 他就圣灵很大的感动 他 他就停在十字路口 就开车停在路边的 就破绝祷告 祷告到这个负担离开 他 然后呢 一个星期过后 一个星期过后呢 突然间就发生踩踏事件 他就问 祖祖 祖 为什么你突然感动 那么强烈 拨去的为那地方祷告 而接下来 一周里面就发生踩踏事件 我的祷告到底是带来灾祸呢 或者祷告带来是什么 什么事情发生呢 因为踩踏事件 令到整个韩国的社会觉醒起来 他说 我们这年轻人在干什么 为什么在疯狂鸣心 为什么有这种很不必要的会聚集在一起 结果呢 他们开始来审 就是来审查自己 我们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 这些庆典是有必要的吗 为什么会导致我们的下一代 这样子疯狂 而一直死 死在这样子不必要的死里面 结果呢 他们还其中一个东西被标签出来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个万圣节 我们是当中不是很多基督徒吗 我们不是当中有好多 这些 我们不是有我们最传统 为什么我们要崇美 为什么我们要这事情发生 结果就突然间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们就开始拒绝万圣节 而就在几个星期过后的万圣节 就因为第一次采大事件 离万圣节很靠近的时候 然后过几个星期过后 万圣节来的时候 整个地方离花宴没有人去 没有人庆祝这样的事情 突然间整个韩国社会就拒绝了这个万圣节 然后再多一年就2023年 也是没有人庆祝这个万圣节 竟然在这件事情里面上帝把整个万圣节从韩国的这个社会里拔根 把他根除出去 有时候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在想 主啊 活着 主要用我 死 主要用我 当斯蒂凡 被人家认死 石头要死的时候 斯蒂凡说了这句话 主啊 赦免他们罪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 但把灵魂交给主 求主不要定他们的罪 赦免他们 因着他为了这一群人被钉丢石头 他被殉道之后呢 整个复兴就领导 整个除了耶路撒人 当然耶路撒人经过极大的逼迫 但是这复兴爆发起来 人分散 去到这个撒玛利亚 福音就一大波的就进到整个撒玛利亚 而从撒玛利亚一直往外走 走到最后到外邦人当中 真的我们真的说一句话 我真的有些时候我要跟 对方这边说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为主殉道 你要记得要做死一番的祷告 千万不要做亚伯的祷告 亚伯的祷告 死耶华神说什么 他的血在地上向我伸冤 我们不要说为什么他们杀我 我们要马上说 主啊赦免他们的罪 我的血愿倾倒在地上 为了真理的复兴 我们真的活着要被神用 死也要被神用 这福音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我这个福音的大能 不是指活的时候有能力 福音的大能 其实在我死的时候也有能力 以利沙的海谷 扔在一个地方 被埋葬的地方 当有人死人经过的时候 应该是说有东西扔在这个海谷的地方 所以这个海谷也活起来 亲爱的姊妹们 我们是否愿意 让我活也被神用 死也被神用 我深信我们每一个人 都渴望我们一生被神所用 让我告诉你 让我活着也被神用 死也被神用 我活的是主的 我死也是主的 我们是神的同工 我们有这样的 我们有这样子的 英文叫做privilege 有这样子的荣幸 能够生命被神所用 而神的实际下 不是要救我们上天堂 我们说了很多次 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活着 耶稣基督的死 不是只是拯救我们能够上天堂 祂是救赎了整个人类的统治权 把祂再次夺回来 耶稣基督的死 也让万国都归向祂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一神死万物都在祂脚下 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万物在祂脚下 原因是祂现在等待我们 去完成这个工作 这个西伯来书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西伯来书二章八节 的讲义里面是没有的 西伯来书二章八节里面 如果没有记错 叫万物都扶在祂脚下 既叫万物都扶在祂脚都扶祂 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扶祂 只是到如今我还不见万物都扶祂 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万物扶祂 但是将会来到一个时候 万物要扶在祂的脚下 而我们其中一个工作 就是要让耶稣基督 要让耶稣基督 祂的名字被传扬到全地 而且门训 我们从心里 我常说一样事情 牧师我们的工作 不能够只是讲道罢了 我们要做超过讲道 弟兄姊妹们 教会工作不能当然 只是传福音叫人信主 而且要门训人 耶稣未曾跟我们讨论 关于道跟随祂的福利 虽然有些人说 哇 我不赞成牧师 因为耶稣说 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 那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正明白 十字架是什么 十字架就是绝对的尾声 绝对的无条件的牺牲 十字架 耶稣上十字架 祂的最后一片布也被剥下来 祂所有的皮肉都被打得剥开 祂的血每一地的流出来 祂最后的气息也凸出来 祂完完全全失去一切所有 十字架是个绝对尾声 无条件牺牲的百伤 而只有这样子 无条件的尾声 绝对的尾声 无条件牺牲的百伤 完绝对的降福里面 产生出的是什么 福音的大能 我们常常希望 看到福音的大能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只想要 只是说阿们一生的希望 看到能力释放出来 是是不是的 很多时候 只有一件事情 只有在我们完完全全降福里面 福音的大能出来 因为福音的大能是什么 十字架 十字架呼召我们跟随 今天我们谈太多益处和好处 福音的好处 福音就是好消息 我告诉你 这里有一些人真的是好消息 对我们应该说是好消息 但是当你听里面福音是什么内容 是完全 那很多人就开始说 哎呀 福音都一点不好 没有自由 因为我只要听耶稣 永远不要忘记一样事情 你听谁就是谁的仆人 你就自己做个选择吧 你要让你成为主的仆人 还是你要成为世界仆人 做撒旦的仆人 做鬼魔的仆人 做情义的仆人呢 当我们听 好像是我们失去自由 完完全要顺服耶稣 完完全全要听耶稣 完完全全要听神的话语 好像没自由 不 你想清楚一下 那自由 是什么自由呢 那自由是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 但是如果我们所不要 耶稣基督做主的话 我们听世界 听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降服于主 我们非但没有能力 我们变成仇敌的俘虏 俘虏 我们失去了一切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今天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实价 成就了救赎 但我们需要经历他大能 透过绝对的顺服 Amen 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 其中一个三个东西 我们要进入的三个S 什么S呢 第一个就是 Submission 顺服 绝对的顺服 第二 Sacrifice 绝对的牺牲 第三 Sufferings 受苦 今天的教会太少讲 为主受苦了 今天教会太少讲到 这个牺牲 今天教会太少讲到 降服 我们都喜欢一些 廉价的福音 我们喜欢过的 简单的 这一个的条件的福祉 我祷告主一样事情 求神来做成 这个的工作 教我们完全降服 牺牲 受苦 在基督耶稣里面 有一句话 我觉得 我听到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当我们来到 门群列国传福音的时候 这句话真的很棒 他说 I will call her my beloved before they know their are my beloved 我将称他为我所亲爱的 在他们上 我也知道 他们是我所亲爱的 亲爱的那种子民们 神在荷西亚书里面说到 那本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他为我的子民 这本来不是 谋爱的 但是我要称他们为 谋爱的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去门讯别人的时候 列国的时候 他们可能还在 递挡我们 在拒绝我们 在他们还不知道 神爱他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称他们 说啊 这些人是谋爱的 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 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子去看见 神的眼光 看这世界的时候呢 我们就突然间发现到 哦 这些人是可爱的 这些人是神所爱的 很可惜 他看不到神爱他们 很可惜 他们没有办法看到 他是神的心腹 Beloved是心腹 这是神对所有的世界上 所有人说的 包括对所有的恐怖分子 包括对所有的这些野蛮的 这一个 我不是说野蛮民族 就是还未开化的 一些深山野岭里面的 不认识主的 没有听过主的 他是爱他们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 感谢神 他做成了个工作 有一些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传福音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就是 如果你现在不捡起来 这个福音的果子 他们就会守坏 有一个讲言 他用这句话来说 耶稣基督的十二 这个五个大麦饼 给众人吃 然后呢 收拾起来 装了十二篮子 然后呢 同样的这个经文里面 他就讲 猜我来者的意思就是 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叫末日 叫他复活 你有没有这个想过 如果你不向那人传福音 不赶紧的门去那个人 他会被糟蹋 他会被仇敌掳回去 或者他会错过他 应该得救的那个时候 我们最近传福音给一个 我们教育会有的 一个子女 这子女 患了这个癌症 一发现到的时候 已经末期 延龄室之前 他也没有去做检查 后来检查室 癌症的时候呢 他拒绝医疗 他害怕医疗过后 会更加辛苦 他有很多对医疗的 臭的观念 这个是我们还没有 认识他之前 所发生的事情 当我们认识他 所听到这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听到的事情 已经很严重了 怎么说呢 他除了末期中的末期 而且 末期了还不去医疗 而且 家人 直接替他买坟地 你可以想象 一个活得 一个 活得好好的人 家人开始替你买坟地 预备你的伤理 是多么可怜的一个状况 当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就为了祷告 他也很希望了活下来 但是 他仍然很害怕医疗 也不愿意去医院 情况也要糟糕 但是我们把福音传给他 开始是充满抗拒 后来慢慢接受 后来但有疑惑的过程 我们觉得 我们经过很多颠簸的路 最后带了他信主 最后他非常喜乐地来受洗 后来呢 当他来到最辛苦的时候呢 什么事情发生呢 那一天他要走的那天早上 他亲眼看见耶稣 来到他的家 而且带了大队的天使 来到他家 他亲眼看着 然后他赶紧拿起手机 拨电话给他 在工作的另外一个 在另外城市工作的丈夫 跟他说 哎 我要走了 不要担心 不要为我担心 因为我要去天堂了 我亲自看到 我看到耶稣来了 我看到天使 他们都来了 准备要接我了 应该今天就要走了 所以你放心 我没事 要为我感到很快乐 我要去天国了 那天 他喜喜乐乐的心 就安息主怀 他的丈夫后来就在 脸书上面也写 我的妻子走了 他吩咐一样事情 说 我回到耶稣来接我了 带着天使来接我 回去天国了 所以叫我不要担心 不要为我伤心 我这个见证实在太奇妙 虽然是看似师父 赏识了一个生命 但是这个灵魂 却没有失落 最近我也传另外一个 也是在 我们没有 我们看到他 我们长期一个 一个饭店里面在吃饭 然后呢 就看到这个 这个老板的妹妹 就 常常见到他 突然间有一天 我看到他太瘦 他就问他什么事情 他说生病 我觉得不对劲 我们就 一直问他 他哥哥也不太要讲 后来再问他 他终于说他是癌症 我问他是什么癌症 我们就追问他 然后呢 后来安排时间 去他家 去探访 给他这个保健品 一些东西 穿福音 但是到最后呢 在新年的前几天 这个春节的前几天呢 他就过世 他是过世之前的 我们去探望他 帮助他 肯定他 叫他祷告 叫他仰望主 你知道吗 真的 神 真的把这一些 零碎 放在我们面前 我们所有人 都是祷告的人 但是不要忘记 你一不捡起来 你一错过那时间 他们就手坏了 传福音 门训 所有的东西 都是有个时间点 今天 我们要成为那个 设计 卖税 赶紧 把这一些 装满 把它 让没有任何一个人 失落 这传福音的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你心里想 我只想要传福音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背的是 自己想的十字架 还是背的是 无条件 绝对顺服的十字架 绝对牺牲的十字架 绝对为主受苦的十字架吗 你能不能够看见 这些人是神所爱的 这些人是 神所拳选 这些人都等着 这福音来拯救他们的 你知道吗 神这是神留下 给我们的一个使命 叫我们把他们 许一个也不失落 带到他的面前 Amen 有一天 我会知道 我天上的朋友 比地上的朋友来得更多 有一天 我会来到一个点 我在天上的会友 比我在地上的会友 来得更多 言音是 没有一个失落 他只是换了地方聚会 换了这个地方 敬拜神 你可以有这样子看见吗 不是看教会人数 大和少 多和少 不是看你的 你的这个圈子里面 有多少个 但是更重要就是 把每一个人都带到 神的锅里面 所以在圣经里面 有讲这句话 在启示录七章九节里面 说到 此后我观看见许多人 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 是从各国 各族 各民 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高阳面前 身穿百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 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也归高阳 亲爱这种姊妹们 有各国 各族 各方 各民 的人来到神的面前 你要来呼喊耶稣基督的名 而我们的任务 不是只是一个国家 我们的任务是列国 你可以透过很多方式 去完成它 透过支持 宣教士 透过训练 你本地的门徒 成为刚强 因为你要知道 你的本地的门徒 他们有一天会出去 会在别的地方工作 别的地方服饰 别的地方 搬到别的地方 移民或什么样事情 都会发生 但是他出去的时候 就成为了一个宣教士 应该说 就是在本地 他也是宣教士 在职场 在工作场地 他是宣教士 所以我们要相信神 神在我们当中 做奇妙的事情 圣经里面说 不是你卷选了我 是我卷选了你们 然后呢 并且分派你们去接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我就赐给你们 重点是叫你去接果子 分派你们去接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不是单单有果子 而是长存的果子 长存的果子 只有一条路罢了 就是能够门循 被门循的人 才能够长存 没有被门循的人 不能够长存 他的果子 这是何等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要向自己死 今天要讲一个 讲实价的护照 一定是要讲死 因为实价就是跟死有关系 像我们自己死 那么魔鬼就无法杀死一个死人 很多时候我们太容易被杀 被魔鬼攻击掉进害怕里面 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对自己死 你怕失去 你怕失败 你怕失落 我告诉你 其实最怕的东西不是怕 是惧怕 本身就是那怕 惧怕会毁灭你 英文叫做 会惨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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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将你跟你的呼召隔开 但是完全的爱 将惧怕出去 你相信神爱你吗 这一点是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要在神的果里面 非常清楚的就是神爱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使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觉得是个很大的原因 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自己 我们还没有死透 我们太多的想法 我们太多 这个叫什么 太多 从自己而来的 各种的 这种的思想 我们还没有完全死 以至于魔鬼还能够找到 可以杀的东西 可以恐吓你的东西 但是你完完全全 藏在神的爱里面 你不怕认得东西 你不怕认得一切东西 神就能够使用你 所以我祷告主一样事情 求神动工在我们当中 不要让惧怕来毁灭我们 只要我们把我们眼目 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就能走在不可能的路上 我的意思说不是找一大堆麻烦 就是说你能够看见不可能 都可以发生 当你看到前方好像没有路 但神却把路打开 When you see there's no way But God will open a new way for you As long you fix your eyes Your eyes look on me You will walk on the impossible If you turn away Then you will be broken 如果你转身离开的话 你就会被破碎掉 很多时候 每一个人 好多人都经历同样事情 什么时候我眼离神 我就跌倒 我就破碎 什么时候把眼目定在神的身上 哪怕问题多大 再不可能的事情都要发生 这样当中 说到这些东西 原因为什么你说 为什么牧师你要讲谈这个东西 因为很多时候不能被死架都是因为惧怕 怕人的眼光 怕这个代价太大 怕这个责任太大 怕的工程太大 你知道吗 当这个RTOD 应该说 它RTOD前面的一个名字叫 GPW61天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怎么做 什么也没有的时候 我只有中午时间收到一个notice 从森林来 在异梦里面 神跟我说 开始的时期 陪着这个团队 还好上帝说叫我陪罢了 不是叫我开饭 我的工作只要陪着这个团队 有什么东西就进来帮个忙 这个东西还挺好 我没有想到今天我还在这里继续做到现在 12小时通知就开始进入24期 对我来说 这是高不可攀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来的 但是我只有知道一样事情 我的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 那为什么我会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呢 因为我知道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如果我不愿意顺服神的话 我很难再去见祂的面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神叫我做 我不要做 明天我去的时候 我做 我们马来西亚的话是这么说 我装傻 装着没听到耶稣昨天跟我说 要我陪伴24期 当着没事 继续敬拜 主我敬拜你 我爱你 我一生都是你的 讲得太没底气了 昨天才叫你做24期 你也不肯做 结果又再跟神说 神啊我爱你 我一切都是你的 讲不出口了 我知道 如果我不愿意顺服 我眼睛一离开的时候 我不愿意顺服的时候 就 那个关系是坏了 但是只有当我眼睛定睛在祂身上 我说神 如果你呼召我去做炮灰 就是做了失败给所有认识我的牧师 然后这些领袖 这个圈子里面的领袖笑 你看这个陈牧师不知量力做的这个东西 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 就喊着去做 然后做失败 你看你看你看 你知道 真的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思想 但我跟自己说 这个东西不重要 因为我心是死了的人 为主丢脸 为主摆上命 在正常也不过 就这样子情况下 我眼睛定在祂身上 根本不能够期待能够怎样得胜 但是神还是为我们开幕 开到今天 我只知道一样事情 什么时候神说 你可以走了 那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我从这个位置上 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不敢从这个位置上退下去 严谨是因为 我还没有听到 那个吩咐我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跟我说 你可以离开 如果 我做这个工作是处于人的话 那那个人就可以跟我说 你可以离开了 我就会离开 但问题是 这个是神跟我说 所以我必须要等 我上面的大老板 我的主 他说 天空好了 可以了 你去别的地方 你去负责别的地方了 这个东西交给别人 我会快乐的把工作交给主 交给那个人 那我就继续 神给我下一个的任务 现在这种子妹们 只有定竞在耶稣身上 你的十字架上 你的十字架 Faith 这个信心是什么 是 Fix your focus on the faith of your father Faith is fix your focus on the faith of your father 将你的焦点 放在 你天父的身上 我每一个人要把眼目定睛放在 一天天父的脸上 像我前面说的 Live by your words and die by your words 凭你的话而生 而为你的话而死 即使要死 我要宣告 我都为主而死 Amen 当然有些人说我怕死 但是我只能告诉你 按照数据显示 人人都有一死 所以死亡率是100% 没有人可以跑掉 再怕你都要面对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却有审判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主而活 为主而死 如果我们做好准备 为主而死 Hallelujah 赞美主 为神人再也不怕死 真的 如果你准备好为主而死 一生人就不用怕死了 因为你死都是为主死 感谢赞美主 活着是基督 死了便有一处 也是为基督 话说容易 但是最重要的不要惧怕 因为你知道每一个都是为主 但我们最重要不要犯罪而死 这个前往不要 撒加雷亚书第二章第五节 耶路撒说我要做耶路撒人四围的火城 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第八节 万金之犹阿如子说 万金之犹阿说 在显著荣耀之后 差遣我去 刑罚那 掳猎 你的列国 摸你的 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 神要成为我们的火墙 你相信你被石架上为主 受苦 为殊 神要成为你的火墙吗 还是当你相信的是 当我被石架的时候 就是下一分钟 就是随时要被杀 你相信的是什么 我相信是 当我完全 放下自己 把所有的安慰都完全放在主的手中的时候 他就是我的保护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当我开始 接到第二个宣教战的时候 主要求我 那时候 我跟主说 我一个时候有一个牧野的教会 同的时候有一个宣教据典 我说很够了 但神说 要去第二个 我不要 最后神真的来我家 拆迁我 结果我就去 我带着团队准备要去的那天下午 突然间我儿子就惊疯 就是Fitz 就是突然间生病 然后着凉 然后惊疯 整个人开始咬石头 整个人 不省人事 我赶忙的把他赶去医院里面 抢救 当他在整个警机社里面 他醒过来的那一分钟 我就走去外面 我师母陪他 我走去外面 空旷的天空 就跟神讨论 应该说是跟神 广东话叫拱手 叫做讲 讲 理论 我说神 你教我去做宣教 现在我的儿子在 我要去宣教的第一次 第一次去那个地方的时候 突然间发生这个事情 你教我怎样出去宣教 那主就跟我讲一句话 你看过我的家 那我来负责看过你的家 行不行 我说好 行 我们两个人就勾手说 行 这就是我们的和业 从那天开始 我家里面 鲜少 非常少有孩子生病的事情 我自己也很少 很少很少生病 而且 神开始保守我家 就像他所说的 每一次我做这个见证的时候 我都是在 都是在赞美神 感谢神 也同时提醒神 你曾经答应过我的事 我让我出去照顾你的家 你也会照顾我的家 当我被死之家 为神 舍下一切准备为主的死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会成为你四位的火枪 你为什么惧怕呢 惧怕能够使你瘫痪 使你从你的这个 会阻止你 会使你从你的护照里面被隔离 你为什么要惧怕呢 为什么要惧怕 为什么不相信 在完全的爱里面 神会保护你呢 十字架太容易唱了 但十字架要背起来 你必须要有勇敢 你要摆上 当我们说到 这个为主 得到这个列国的时候 的时候呢 我们要很明白一件事情 特别我们 是非犹太人 外邦人 我们要知道我们外邦人 一个很重要 一个的命定 就是神的殿 要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 在旧业里面 已经说了 就是从万国祷告殿 哈盖书里面 叫我们去建造神的家 不是建造 这个 这个天花板的房屋 神要我们建造的 不是一个 只是美丽的教会建筑 而是神要我们建造 这个属灵的家 当然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要装潢 你的这个圣殿的话 你的这个场地的话 那也 只要合一 就去做 但是神 更是要我们 把整个注意力 放在建造神的家 建造一个祷告的殿 成为一个祷告殿 House of Prayer 成为万国祷告的殿 不管你的祷告殿 能不能维持24期 我都欢迎你 能够成为RTOD 和其他24期 祷告这个团队的 这个的 一个同工 一个团队 一个伙伴 原因是因为 我们需要你的火 和我们的火 结合在一起 来彼此鼓励 很多人 各个自己一个人祷告 祷告来祷告去 觉得自己都很怪 为什么一个人祷告 为什么我的负担 就是祷告到 我没有看到 什么成果 也没有看到 我带领什么人 但是我发现 当我们有着 线上24期 开始运作24期 祷告的时候 开始是觉得 好像是不容易 销售的一个概念 不容易的去传达 一个意象 但是现在 却成为大家 众所知道的一个模式 好多的24期 兴起来 在线上的 在实体的 因为我们是在列国 我们一定是 这个线上 就让每一个人 在任何一个时间 都能够进来 好多人 只能够一个人 彻夜祷告的 现在他可以上RTOD 拿起凌晨的这个班次 然后呢 和列国人 一起来敬拜祷告 他不再是孤单 因为你和他 从一个祷告的殿 同心和意 谦卑在神的面前 但是 祷告归祷告 祷告里面 很重要一样事情 就是属灵的取劳 英文叫Wombs 就是子宫 子宫的功用 就是conceive 就是怀孕 pregnant 国家 一个国家 是在你的属灵的子宫里面 当我教雅各的时候 我发现 其中一个称赞 那个王女 称赞这个心腹 如王后一般的身份的时候 他说你的毒气 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 你的腰如一堆的麦子 周围有百合花 我心里想 称赞那个王后的 这个的身材 称赞他的腰如一堆麦子 是什么意思来的 是好呢 还是不好呢 但是他要形容的不是那个身材 他形容是他整个子宫里面 他的肚腹里面 他的腰也是包括内脏 也是包括他肚腹 是生产工具 这个器官的里面呢 是有麦子 是里面结出异象 亲爱的那种姊妹们 属灵的子宫 孕育着列国的异象 然后呢 属灵的怀孕 才能生出国家 你当你在祷告的时候 神不单是让你的嘴巴在动 神也是让你的子宫 属灵的子宫 生出异象来 生出负担来 依赖着神的这个的声音 依赖着主的声音 才能够清楚 拟定整个策略 才能认清坚固盈壘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 在属灵的渠牢里面 神开始向你显明 Where is the darkness? Where is the stronghold? 到底哪里是那黑暗的权势? 哪里是那个坚固盈壘? 神会向你启示 然后神会告诉你 怎样子要进行 怎样子对付这个东西 整个列国的异象 列国的整个的策略 就透过属灵的子宫 把它生出来 但是我们有个general 就是general occupation strategy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整个占领的策略 就是门徒 而且是门徒生门徒 不是送门徒进去 然后就没了 是送一个能够生门徒的 门徒进去生门徒 听得懂吗 送一群能够生门徒的门徒 进去里面 生门徒就能够占领整个区域 我们需要的不是得救人 带人信主 那谁都可以 但是能够生门徒 就要看这个门徒 能不能够生门徒 就好像你拿鸡蛋 拿两颗鸡蛋 拿两颗鸡蛋 已经有着床 有精子的鸡蛋 然后你就带去一个地方 把它浮出来 你说这个地方将会有 会有很多小鸡 带了两只鸡蛋 两颗鸡蛋去 突然就发现 两个浮出来都是宫的小鸡 雄性的小鸡 你要是怎么办 你虽然有小鸡蛋 但是两个都是雄性的 不会生的 不要说会生小鸡 连蛋都生不出 因为它是攻击来的 所以当你去到一个地方 你要确保是有母鸡 是要能够生的 能够生蛋 而且能够生出小鸡的 这个门徒的策略 不是带人信主 门徒的策略 是让门徒能够生门徒 找到这种会生门徒的门徒 然后送出去外面 给他们继续生门徒 这个策略才是个关键点 但是这些门徒能活下来 就是看你能不能攻下 整个坚固营垒 因为门徒的工作 不是去打仗 门徒的工作 就是生门徒 而这一些祷告的人 这些在异象里面的人 你就要认清那个坚固营垒 然后拟定策略 然后把他攻下来 禁食祷告或祷告禁食 是成为门徒的起步 可见了 如果不能够禁食祷告的人 他真的没有要做门徒 因为他负不起代价 更不用说去 面对死亡权势 面对黑暗权势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 我们需要在灵里面起步 我们必须要明白 真的 这个时代里面 没有办法 就是 大家参加多一点机会 然后被挑望挑望 喜乐喜乐 哈利路亚 抱抱一下 回去家里面 下个礼拜再来抱一下 门徒 你要攻占这个城市 你要持续的 现在我们有持续的祷告 现在我们现在开始 庸子妹们 我不是说别人是说你 每一个人开始要问问题 主啊 我们已经有24期了 而且我们的24期一直在走 我们还可以再生更多的祷告的人 但是问题是 我们有没有办法生门徒 会生门徒的门徒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我们真的要攻击母鸡 去到一个没有鸡的地方 我们要带着小鸡 两个蛋去 我们要确保所带的一定是攻击 母鸡 能够繁殖 我们去到那个地方 必须要有门徒 能够生门徒的 不然呢 在这个战略 我们就输了 我们不停的祷告 不停的祷告 不停的赞美 我们有好多好多门徒 好多门徒 但是没有个门徒 神门徒 今天的教会里面 其他很大的问题就是 没有人去神门徒 都是等于牧师师母 结果生出来的又是牧师师母 你知道吗 花的时间培育 最后它变成牧师师母 一点也没有功效 为什么 因为又在生牧师师母来照顾门徒 而这些门徒又不会生门徒 我们要取劳 取劳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能否门去列国呢 以赛亚书66章第八节 国岂能一日而生 民岂能一时而产 因为细安一取劳 便生下而你这样的事 谁曾听见 谁曾看见 要门徒列国 需要策略 需要总动员 我们的目标必须要倍增 也就是人要增加 不是一传福音带人信主罢了 信主过后一定要门徒他 然后呢 一定要精准 要准确的对准 我们能够需要这个战略 所以我们需要当你要捕获许多鱼 你需要往 如果你只是想要抓一只鱼的话 你一个人去锤掉可以了 但是你要捕获许多鱼的话 你要往 你要把整个整个区域盖起来拉起来 对我们姊妹们没有别条路 我们需要一起合作 每一个人都要门训门徒 每一个人都要起来 每一个人都要祷告 每一个人要建立起祷告的网络 然后要进入门训的系统 然后呢 持续的祷告 持续门训 然后呢 你会期待复兴会来 然后呢 不要只让复兴 只是一下子 要持续让圣灵和水 永留 持续的悔改 继续的攻破仇敌的权势 然后知道整个状况发生 这是一个决心 这是一个十字架 有人说 要接 有人说要接触一千个据点 训练他们 拆败他们到危险的区域去 很困难区域去 当COVID领导 这个特别是Delta 这个病毒到印度的时候 我说了很多次 我 我一直听到好多牧师过世 哇 我们真的 包括是缅甸里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 燕牧师所认识 就是真的认识的牧师 就有一百个 就这样过世 结果死了一百个牧师 安息主怀 他燕牧师就说 主啊 主啊 我投降 我投降 我一直说 主啊 不是你的旨意 不是你的旨意 到最后还是一百个牧师 这样子过世 他说我投降 我投降了 你要 如果是你的旨意 就让人家成就 当燕牧师一投降的时候 主跟他说 我接走一百个牧师 我会给你两百个牧师 你准备好 结果呢 他就去 就在COVID的时候呢 就办一个下令会 召集年轻人 挑战他们做传道人 结果 那个营会里面 来了两百个年轻人 绝置 跟随主 放下一切 去念神学 然后 接下来神就马上呢 送给他一个神学院 不是送给他一个 邪神 是两百邪神 送给他神学院 他就有个神学院 直接是割 名字割了 就给他 然后他就在神学院里面 挖个井 我还看着他 整个搬这个 整个神学院 这个整个建筑 扛起来 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调整那个位置 然后就开始搬起小 当他顺服的时候 神就把更多人给他 现在叶牧师 在整个兵荒马乱的 这个状况里面 他仍然 他仍然 大量的 大量的生产门徒 他们的确 现在的情况 是越来苦不堪言 我们能够在经济上 帮助他 我们要帮助他们 我们有奉下给他们的 我们要支持他们 我们可以找一些途径 如果有一些 要帮助他们的 也是可以联络我们 我们有一些途径 可以帮助到他们 每个国家 都有不同的方法 我们有些途径 可以帮助到他们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当这些人训练了过后 他们就去到 最难的地方 去传主的福音 在印度 跑回去印度 当印度好多牧师 的时候 我说不行 牧师 我说主啊主啊 未来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人要得救 我们不能够再失去牧师了 我们一定要有更多牧师 主就感动我 我要帮助那些牧师 好多牧师 第一 没有经济能力 因为整个COVID lockdown 第二东西就是 后来COVID结束过后呢 就大逼迫 逼迫临到整个印度 我就跟主说 我主就感动我说 一样事情就是 你要保守这些牧师 让他们不要离开 不要离开这个河场 要让他们继续完成的工作 所以当时候呢 我们就建立起了 这个牧师祷告祭坛 而牧师祷告祭坛 建立起来之后 他们说不够 不够 我们要更多 你又分享还不够 我们要更多 结果 就来那个牧师培训特会 还是不够 每个人说 我们好多地方 没有办法上线的 他们受逼迫 结果我们就 现在已经形成了 每一个月有三场聚会 在不同的城市 去接触那些受逼迫的牧者 帮助他们从软弱中起来 每个我们去过的地方 我们派我们团体去过的地方 他们全部回应说 我们很需要这样的聚会 至少两个月一定要办一次 你知道吗 好多城市发出马其顿的呼声 所以我们也就是说 简单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聚会 正在办 正在走偏 我们要建立保守这些据点 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 除鹰的出口 我们要训练 要出去 为什么一直在说这些事情呢 言音就是 我要让大家知道 你的祷告是很好 但是现在 经着你的祷告 更大 更有效的门正在打开 神会透过你的祷告 把更多的职业带下来 也把更多机会带下来 把更多的门敞开 然后我们要进去 祷告的目的就是使万国做主门徒 但是不是透过祷告 他在没有原因 没有人接触 没有施工祈祷 没有同工祈祷那地方 自动变主的门徒 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就是你 我们的祷告 持续的代祷 持续的祭坛 我们会胜过一些坚固银垒 然后我们看到千千万万人得救 有些说我们害怕去面对这些危险的地方 却不知道这个危险 恐惧我们惧怕之坚固银垒的门后面 有千万的破碎人民等着福音的大能领导 而也只有当我们祷告 我们能够突破这个惧怕 我们能够出去的时候 这个过了那个惧怕 我们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突然间你发现千千万万的人在等着你 因为我们祷告 我们可以做得到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们要成为死了的人 被子释迦上为主的火 为主的死 仇敌再也恐吓不了你 从十二个探子的故事里面 我们简单来说 十二个探子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派他们去绘制属灵地图 他们给报告哪里有什么 哪里有什么 他们准备打仗的 这些人在绘制属灵的地图 他们每一个人绘制属灵地图都是对的 但是问题是眼光是错的 十个探子 用属地的这种的悟性 或者属地的明摆 the earthly understanding 用属地的明摆去看 结果他说 不要禁弃 那边有亚纳族 Those are giants descendants of Anna 不要禁弃 亚纳族是巨人的后裔 我们像咱们 他们看我们也像咱们一样 但是这两个探子 确实用属天宝座前的眼光说 不要惧怕 去吧 ten say no two said go 十个说不 两个说去 所以到底是去还是不 很多时候我们学到成为少数的 最后才能够成为多数的 sometimes we have to start as a minority then one day will turn into majority 有一些时候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 来去看神要做的事情 是何等重要的 Amen 但是问题要记得一样事情 很多时候当我们不信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当我们不信的时候 神就需要等到你这一代 如果我们不信这一代过去 如果这一群领袖不相信的话 神要让这一代领袖过去了 神还能够信起信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只有一两个有相信其他不信的时候 这两个人是受害者 神宁可把那一代弄掉了 才让信的一代起来 你说太过费功夫了 其实我们太低估 太过不了解 真的不信对神来说 是何等的羞辱 我们不信神 是对神的一个英文叫做 Mockery 是谢曼神 是辱骂神 神你做不到的 我不相信你做得到 我们要相信 这一代亲爱的姊妹们 再也没有神 没有男生的事 我在这平台里面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信心 都是达到这一点 我要宣告我们这一代 这里这个平台里面的信心 都是焰你为主和为主而死 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肉体死 对我们血气死 不要以为你来到祭坛 你的生命就完全 是死不死 第一次的谋杀案 两兄弟的谋杀案 你知道这两个人都喜欢祭坛 你知道不知道 不要千万不要误会 只有亚伯喜欢祭坛 该也不喜欢祭坛 这两个人都是抄袭爱祭坛的 这两个人都是献祭的 但是有一个人有献祭 但是生命没有对付 他没有处理他的内心世界 今天好多代道者 没有处理他内心世界 他只是等待时间爆炸的该因 我祷告主你不是 神说 最想要自负你 最想要得着你 恋慕你 最就在门口 他恋慕你 但是你要自负他 你里面 你那受伤 你里面的那个你 你有没有去自负他 该因亚伯两个都是祭坛的 这个常客 但是该因从来没有处理他生命 不要以为祷告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背十字架为主而死 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拥有神的面和操作人的一项 We must have the vision of the face of God and supernatural 十二个探子给我们的教训已经足够了 我们经这个时代不要重蹈覆辙 RTOD 一开始是个非常干净 纯洁的一个导钢运动 我们甚至开始说连收奉献都不收 真的 我们不收奉献 我们真的平行心 请所有的讲言 都是最后只跟他说一声谢谢 我们的同工全部都是没有付一切的代价 来做所有的事情 因为我们连口袋连钱包也没有 我们是很单纯 走啊走着的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尊荣牧者 我们需要有些最基本的开销 我们当时候全部人都是抛腰包 就给没有收的这种情况下去做 后来有发现也有情况下我们需要出国 像是跟别的施工连接 他们都呼喊 我们需要RTOD的家人站在我们一起 我们需要东南亚的家人 RTOD你代表列国 你需要我们来当中 所以我常常需要出去 你知道我们去扩大这个境界 我没有开始收风险 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 祷告店就是祷告店 不要参与别的东西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 后来慢慢认识到一件事情 主才是祷告店的主 不是神学 不是明智的框架 主现在要我们跟他一起前进 祷告店 是我们前进的时候 当然我们不会开教会 当然我们不会去做其他的 这个RTOD外的事情 但是我们正在点的火 我们正在回应的兴趣 我们整个列国身体要前进的 是要定睛在神的面 相信神的超自然 像加勒耶稣 另外一种的心智 来跟随神 我们不要掉在一个不幸的环境里面 我祷告主 当你在常常来这个RTOD 这平台和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 我祷告主 你不是只是知道祷告 你的负担要演超过祷告 你的负担就是跟随神 你的负担就是做神要你做的 这是一条未曾走过的路 这个是出现在耶稣亚三章 耶稣亚清早起来 和以色列的众人都离开神庭 来到耶诞河就坐在那里 等候过河 过了三天 官长走偏营中 他们吩咐百姓说 你们看见耶和华神的业柜 又见即使列位人抬着 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 跟着业柜去 只是 你们和业柜的相离 要两两千走 不可以业柜相近 使你们知道当手的路 因为这条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 耶稣亚吩咐百姓说 你们要自节 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 耶稣亚吩咐祭祀说 你们抬起约柜 在百姓前头过去 以示他们起来抬起约柜 在百姓前头走 以后要对耶稣亚说 从今日起 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 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照样与你同在 你要吩咐台业柜的祭祀说 你们到了耶诞河的水边 要在耶诞的河水里站住 耶稣亚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敬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耶稣亚说 看啊 普天下主的耶柜必在你们前头走过去 到耶诞河里 因此你们就知道 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 并他在你们面前感触 家人人 赫人 西魏人 比利西人 各家杀人 亚摩利人 也不识人 你们现在从以色列的支派中 拣选12个人 每支派一个人 是等到普天下主耶和华的月柜的祭司 把脚踏在耶诞河水里 耶诞河的水 就从上往下流的水 从上往下流的水 必然断结 立起成雷 百姓离开帐篷要过耶诞河的时候 抬夜柜的祭司 扔在百姓的前头 他们到了耶诞河 脚一入水 原来耶诞河在收割的日子 占过两岸 那从上往下流的水 便在极眼之地 撒拉担旁 亚当成那里停住 立起成雷 那往亚拉巴海 就是沿海 下流水全然断结 以死 百姓在耶利格对面 过去了 抬夜华夜柜的祭司 在耶诞河里的干地上站立 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 直到国民净都过了耶诞河 我们看见奇妙的事情 发生在当中 我们知道 神在这个事情里面 带领耶稣亚亲自经历 前所未有的 过去摩西如何开红海 现在神在耶稣亚面前 开了耶诞河 跟你说耶诞河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如何 能够使水从上面停下面干 这集结对是个神迹 你若要看见你未曾看见的事 你需要做你未曾做过的事 你要勇敢起来门训 你要勇敢起来做新的事 不单单只是绕成祷告 多方祷告 你要听 你要做 你要行奇妙的事 耶稣亚后来在耶稣亚记第五章 为百姓行了隔离 但是还没有过亚当河之前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叫百姓自解 洗衣服换衣服 一些事情 禁忌不做 准备这一天的来到 只要魔鬼乃是靠人的血气做事 魔鬼都是靠我们有血气的手谈做事 百姓需要自解 因为不要让魔鬼有机会可撑 如果我们要占领一个国家 我们要门训一个国家 我们就必须要去门训人民 We need to be first occupying people 捷径神的百姓 就是一个占领一个的举动 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 但我们被仇敌所适用 我们看见 在许多祷告的运动里面 许多不道的运动里面 好多好多的故事 都提醒我们一样事情 所谓的血气 所谓的罪有一天 都会显露在人的面前 耶稣亚 他接近神的百姓 第二 耶稣亚叫祭司扛起业柜 向前走 这是神的吩咐 那祭司业柜这方面 你要记得 祭司工作是扛起业柜 肩膀扛着神的同在 而神的同在必须向前走 而且行在百姓前面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力量 打圣属灵的征战 而是因为神先 在我们前行 我还记得有一次 当我进一个拱门 带着团队去一个城市 先做一个征战祷告之前 我经过那个新春的那个拱门的时候 一经过的时候 我的车子里面 福音车里面的唱机 有MP3 MP3里面 突然间就跳一首歌 跳进神跟我说话那首的那首歌的中间那一段 就是那个时间 那歌是这样子 我开进去突然间MP3自己跳 而且跳到没有原因的 跳到那一首歌 就是神跟我说话的时候 那首歌 等神跟我离开我的那个时刻 的那一段 就是荣耀荣耀 Hallelujah The troops of God is marching on 神的军队正向前进 这是英文版 一经过的拱门突然间整个时刻改变 整个充满神的敬畏 敬畏神的这个同在充满了整个车厢 而我的这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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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带刀者 也是让要去做补习了 做教师的那一位 他转过来用英文我说 The battle has begun 他说整个战场战争已经开始了 我说yes indeed 我说是真的 真的已经发生了 但是神去用他荣耀的同在跟着前行 我们去到那地方把黑暗的全是赶出去 即使要扛着神的荣耀 但是绝对不能碰神的荣耀 他要扛着月轨 但是不能碰那月轨 碰月轨就会死去 神有做他荣耀的作为在我们当中 但我们绝对不可以偷取神的荣耀 肉体的血气绝对不能出现在神的同在里面 我们加快 在这里我们看见 他们踩进或踏进一个不可能的领域里面 每一次你向前行 今天当我们说门去我们要前进的时候 你要前进 但是当你前进的时候 你会面对不可能的处境 当神吩咐这个祭祀的说 就是叫祭祀把祂放在耶诞河水里面 放在那不可能水上 当你带着神的同在 踏进那不可能的领域里面 什么事情要发生 神要使水分开 我们需要认识一样事情 红海的神迹是一先发生 红海分开他们再走下去 神没有叫耶诞河西 你自己也先跳去海里面 然后水再分开 但是耶诞河不是 耶诞河是即使要先把水踩在这个叫什么 耶诞河的水里面 然后水才开始干 这神迹是当你凭星星走出去之后才发生 这些都是神业教会里面常常信心的神迹模式 你看到耶诞河里面 好多事情都是问题已经发生了 甚至保罗已经被关进监牢了 然后监牢的门再打开 保罗已经掉进了 他进到海里面了 进到这个什么 进到这个风暴里面了 神迹才发生 这个保罗已经给蛇咬了 咬住在手上了 神迹一次才发生 你带着神的同在 你就要踩进黑暗的空间 然后黑暗就要消失 而不是你还没有到日前的黑暗已经消失 而是你踩进黑暗的空间里面 黑暗才消失 然后呢 接下来什么事情发生 神吩咐他们 那在所在的地方 祭司所站的地方 带12块 在在河床那边带什么 12块石头 他捡起这石头 带回去 一表了两件事情 他们已经攻破了 取下了坚固营了 这条河 是不可能 你把它打圣了 你就在那个地方 攻下了坚固营一些 而且这石头垫在一起 成为一个纪念 也成为一个祭坛 你在那个地方 你是守望 如果那个城市是充满邪术的 你就要认出那个城市的邪术 然后你要攻占他 但是不要攻占他完过后呢 就停了 你要攻占完过后 就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他的软弱 在那个旧的巢穴里面 兴起祭坛 抵挡仇敌的反扑 不让他再带7个比自己更饿的鬼回来 什么地方 是红能区 在那个地方要建立这个祭坛 胜过这红能区 直到这个红能区 完完全全被赶转化 而且要持续看守那个地方 仇敌总是喜欢重新反扑 同样的地方 他总是喜欢把那个景夺回来 大卫先是个敬拜者 后来才会成为一个 这个巨人的杀手或者徒手 先是敬拜祈祷 然后得胜才来到 当你把神带进去 魔鬼自然必须要移出来 最后 要讲了 复兴的三个工具箱 对不起 这个业柜里面的三个物件 有人称这个复兴 这个业柜就是复兴的三个工具箱 第一就是他有个精灌的玛纳 玛纳是每一天来到的 玛纳是神对你每一天的需要的回应 我每天活着是靠着神每一句话 今天早上 四点多我起来的时候 真的身体疲惫不堪 我一直在床上 一直在起身的时候 坐在床上 一直说 神啊我今天 人活着不靠食物 只靠你口中的每一句话 我一直在宣告 你口中的每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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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宣告到我整个醒过来 到我去洗手间 我一直宣告 在我路上一直宣告 主啊我活着 是靠你每一天 新鲜征战的策略 不是靠我自己力量 坦白说有时候真的太累了 有时候真的太累了 有时候身体也累 心灵也累 有时候不容易 他每次想到 列国家人在这个时间 是一个属灵丰富宴 宴席的一个时候 再累都一定要起来 再累都要喂养 再累都一定要 这个叫做什么 和大家一起享用 因为当然还有其他人讲道也可以 但是这是上帝量给我们 这个时间要做的东西 我求神供应每一次 供应神的话 让每一天有新鲜的战略 很多人说 主啊我每天都是做灵修 你要知道 有一些说 你灵修每天神给你的马纳 是告诉你今天你要怎样得胜 有些人不喜欢征战 所以只喜欢亲密关系 但我告诉你 你一离开了这个Pray Closet 这个祷告密室的时候 一去到面对人 面对一些事情 征战就开始了 而神的每一天的带领 就是你新鲜的征战车里 有个牧师他说 他的他的父亲是恐怖分子 通缉要逮捕要补杀的这个目标 他的父亲的名字长期都是要被捕杀的 而他躲在深山野岭里面 继续在翻译当地的圣经遗文 他每一次出去的时候 他经过的一个地方去传福 那个地方都是有恐怖分子 要不就是开枪射杀骑机车的人 要不就是放炸弹炸毁那个巴士车 这条路上每一天都是有人死的 但是那条路是唯一条路 大家都还是必须要走那条路 所以每一天早上他必须要寻求神 神啊神啊 我到底要驾驱机车过去呢 还是我要趁公共巴士过去呢 每一次他趁公共巴士呢 机车就被开枪扫射死了 很多人就死在路上 要不然他就换去巴士车的时候 要不然是他坐机车的话 那个巴士就被他们放炸弹把它炸毁了 你实在很能想象 他被通缉了几十年 他每一天要经过都是仇敌攻击的地方 而每一天的那一个神的感动 就是他活下来的一个唯一的机会 他每一天都靠听神的声音活下来 第二东西是亚伦的杖 是权柄 属灵的权柄 我们太随便了看人的恩赐才华 我们就把人放在位置上 你知道吗 是神显明谁应该放在哪个位置上 父亲不是单单有这个牧师啊什么 这些事很好 但是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人要摆在哪个位置上 是个父亲关键 很多时候父亲都是被人把他拉下来 只有当神说谁应该在哪个位置上 你把他放对 属灵的权柄放对了 父亲就会发生了 第三 十节的石板 是神的立法 用指头写在石板上 父亲的第三个工具箱 的第三个物件 父亲工具箱的第三个物件 就是神的话 神的作为 神属灵的隔离 写在人的心上 父亲发生是因为第一 我们听神声音第二 有我们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 第三就是神的手指写在我们的心上 没有别的东西比这些三个更加重要 而这个祭司每天要带着他 每一天要依赖他 去到哪里有神新鲜 每一天新鲜工具的话 去到哪里有神属灵的权柄 委任对的人在对的位置上 去到哪里有神的手指 神的指头写他的道 在他 神的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 没有人 没有人 没有人能够自己制造复兴 没有人能够自己制造复兴 不行 即使有的话 也最多是昙花一现 其实每个教会都可以经历复兴 但是能够维持复兴的人不多 我们需要长期 直到一个第一步复兴是持续性 持续的复兴 持续的门训 持续的祷告 最后来到持续的转化 当我明白这点的时候 我突然间发现 24期祷告殿的位置在哪里 和职场跟教会是组合在一起 祷告运动不是排斥教会运动 祷告运动也不是教会运动的其中的东西 而是这个祭坛 这个祭坛上的火烧着 直到我们所有的任务去完成它 感谢赞美主 天父我祷告 让我们不要拒绝你十字架的护照 祷告让我们不要拒绝你在我们当中 要完成的工作 所以说我祷告 我向你求 你完成 做成了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当中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人 主啊是为自己而活 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死 我回应神的呼召 你火焰将在我们身上烧尽一切 烧尽一切 使得我们真真实实行在你的光中 主啊我祷告你的宝血 宝血主啊 涂抹我们的过反 不让仇敌在我们的血气 我们肉体里面 找到落脚的地方 同手主啊我祷告 追溯 叫我们主啊 不只停在祷告里面 而是我们能看见神国你降临 神啊我祷告 让我们有个持续的带导 持续的闻训 持续的复兴 进入持续的转化 在我们的列国当中 天父啊我要赞美你 主啊让我们不活在惧怕 让我们踏进主啊 这一个的主啊 不可能的领域里面 谢谢你 给我们天上的玛纳 每一天的策略 征战的策略 主啊给我们主啊 辨识主啊属天的权柄 叫我们成为对的人 也让我们把对的人放在对的地方 主啊我要祷告 求主耶稣主啊 你的石板上的手指 现在转到我们身上 写着你的道 你的立法在我们心中 以至于我们活出 主你的形象和仰视 我赞美感谢你 我将荣耀归给你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同行可以祷告 Amen Amen